大家好,我是绝命肥师朱教授 今天又到了做肥料观察报告的时候了 这已经是我们连续观察第六周了 新来的观众可以看一下我们往期的视频 了解一下这个来东去脉 然后这周的肥料形态上是延续了上周的情况 基本上都是越来越清澈 只有EM菌依旧是很浑浊 然后同时上周在里面发现的很小很小的头发丝一样细的小虫子 现在已经长成了米粒大小了 我估计下周甚至才有可能会结成永了 在PH值方面MB化肥有变化 但依旧是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 尿肥草木灰现在都变得比较稳定了 只有EM菌有一个剧烈的变化 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 可能与生活在其中的小虫子这种生物活动有关系 在PPM方面所有肥料都已经趋于稳定了 我决定再继续观察一周 如果这个变化的趋势稳定 那就说明在第五周的时候 这个尿肥的变化就已经稳定下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彻底结束这次的观察实验了 看看钻铃甲的变化我有点迷 尤其是这个尘尿的铃肥的变化在持续下降 我就莫名其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如果您对这些数据感兴趣呢 请暂停截屏 如果您对这些观察实验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